歡迎收看 很多福氣 這對男人很好 幫他幫忙嗎 對 我想吃 對 國王澡堂大公開 洆湞潑友一起來 原來那個時候就有潑友啊 潑友 百惠巨星造房 重現經典電影 傑克這真是太神奇了 傑克 你這個太神奇了 太厲害了吧 太棒了 現在來到這邊 瑪莉亞溫泉市 然後在我們前方就有一個 噴水池 很壯觀 很漂亮 很多人來過傑克的或者是 像他看到我POWFB 就很多人私訊我說 傑克有個溫泉小鎮 你們一定要去 真的嗎 對 所以這也是必來的地方就對了 一定要 我們一般的溫泉就覺得 泡著就有好笑 對啊 我們就是泡在裡面嘛 礦物質從肌膚吸收啊 他們不是喔 他們不是哪來喝的 這個我們瑪莉亞溫泉市 這邊是冷泉 而且聽說喝對身體的幫助 是滿大的 對 但是在我們喝之前 看到我們這個溫泉回廊了沒有 我們就要先進去找一個 特殊的小物 對啦 用喝的溫泉 阿松我是真的很少聽到耶 喝溫泉還要用特殊器具咧 我根本就是洗髮髮髮 來慢慢聽過這件事慢慢看過耶 神奇小物 對 這好可愛喔 各位你們猜一猜 這個杯子是做什麼用的呢 我們今天來也就是為了要買 這些杯子 是的 這個就是 去喝溫泉的小杯杯 對 因為你不能用手去捧它喝 你必須要有個容器 所以他們就非常的聰明 在旁邊賣小杯杯 可是我覺得很酷的是 它竟然是這種窄的耶 然後窄的之外它就直接是 它也不是說讓你這樣喝 它是直接 它是這樣子嗎 對 它是口黄在這裡 意思就是說 你是這樣子喝的 我覺得很酷耶 因為其實剛剛在那邊的時候 我們有看到一個告示牌 什麼意思啊 就是說來這邊可以欣賞一些古蹟 類似博物館的話 需要帶一杯飲料 而且飲料必須是要有珍珠的 對不對 椰果類的 它這邊飲料 它這邊特別有說要有料的喔 泡泡的意思嗎 我現在才知道是泡泡 我以為要一杯珍奶 或要加椰果的手搖飲 但是現在看到這杯子 確定他就用這個喝的 我也確定你是想台灣 想喝一杯珍珠奶茶了啦 對啦 告訴你各位 特製小杯杯 各種大小尺寸造型應有盡有 人家說公寓善其事 必先利益其器 今天我們就要來喝上一杯溫泉水 這杯杯當然是必敗的囉 就是這個啦 我們現在這個溫泉這個回廊 逛完一些買了這個神奇小屋之後 我們就要來品嘗他們這邊的冷泉了 我覺得他們喝冷泉的地方 弄得好像維也納那種什麼店 或是什麼 希臘那種的 雅典那種 疑似感 雅典那... 雅典那神殿什麼 我講什麼 我講什麼 我講我也納 那我講什麼 雅典那才是對的 隨便啦 管它什麼納什麼辣 快給我進去比較實在啦 等一下進去看啊 它就是會有一個 就是它這邊的出水格 主要的噴泉 我的名詞都用得好像沒有在念書喔 出水格 湧泉的位置啦 但是它這邊很體貼 就是把他們這附近的冷泉 全部都有接過來 讓你可以一杯暢飲啦 對啦 光看這個溫泉中心啊 就知道捷克人對喝溫泉這檔事 可是很認真的耶 而且每一口泉都有著不一樣的功效 所以乾脆一次給它集結起來 方便你各位 有病治病無病養生 我必須老實跟大家說 當然一開始他們告訴我們說 捷克可以喝溫泉的時候 我心裡想到底是要來喝溫泉 但是剛剛我們在旁邊看 超多人喝溫泉的 應該就它那個礦物質那些東西 對身體是有幫助的啦 我們一進來就聞到礦物質的味道 鐵味 鐵鏽味 來 這個真的是他們泳泉的 那個主要口 出水口 對 出水口 現在應該是變他們的許願池 裡面有很多人丟銅板許願 現在就可以來試試看這個冷泉了 我們先從對甄子余比較好的部分 怎麼樣 這個是 每一個有不一樣的嗎 我們來現在魯道夫 魯道夫冷泉 主打的是對於腎臟 以及密藥 科工人好 真的是很懂油濟的部分 對 它是有顏色的耶 跟我想像的不太一樣耶 這很像檸檬水耶 而且仔細看它真的還有氣泡耶 薄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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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薄 好了 我現在就要用他們這個 特色的杯子喝一下 這個對油濟有幫助的 它就是鐵質很重的感覺 所以是硬水 口感是硬水的口感 礦物質很多的那種感覺 但是喝下去你會明顯感覺到 就是那種鐵的味道 就像你可能不小心咬過嘴巴 可能嘴巴流血 你吸到的時候 會有鐵的味道 但我覺得它好喝是在於 它的氣泡顆粒很小 反而是有一點口感的感覺 但不會讓你覺得那個氣泡 你要一直吞 會一直想要打嗝 那你 曾子余竟然覺得 這溫泉水好喝 我說真的啦 這滿滿鐵味的水 對我來說 還真的是很難接受耶 你一開始你會不習慣 它喝起來氣泡的那個 是很小顆的 所以你這樣喝下去 反而很順 然後因為它冰冰涼涼 我覺得滿舒服的 那現在要過去適合我的 十字溫泉 因為我常常胃脹氣 然後胃不舒服 以及胃食道膩膩 他們說自腸胃的療小 你看這樣到最後就好像有氣泡感 我的顏色跟你不一樣耶 你看我的 感覺就清澈很多 這個比較鹹喔 這個味道我很熟悉 發泡丁的味道 對 發泡丁 它就是沒有加淋膜的味道 就是甜甜鹹鹹的這樣子 因為我剛剛喝那個 那個完全就是 礦物質鐵質的味道 但這個就是鹹度比較高 然後鐵的味道沒有那麼重 但是鹹度非常的明顯 我開始覺得捷克人很厲害耶 我覺得滿酷的 他就試後面的 我想喝 因為我發現味道都不一樣 我去試後面的 走... 你們兩個竟然喝溫泉水 喝得跟老酒鬼一樣喔 這也太出乎我意料之外了吧 這個是那個份子 佩倫 這是什麼 這是一般人家的食物 這個嗎 這個更清澈 跟自然水一樣 這就氣泡著 很好喝 這個好喝 但是我跟你講不能喝熱的 熱的鐵質味更重 而且喝下去很像 你再喝一個秀掉的東西的那種 有鹹度的味道 有鹹度... 有鹹度啦 我沒有在喝我自己的血耶 不好喝... 我是OK啦 我也很OK耶 看看製作單位跟攝影師的反應 我想神奇的不只是捷克人 就連你們兩隻的味蕾 也是挺神奇的耶 我覺得你們是剛開始那一口 我教你們 然後來這邊買大瓶的 你通常第一口 你會覺得不行 那你默默的把它喝完之後 就覺得是可以的 我覺得很好喝耶 可是有點脹 我喝完之後再打嗝了 因為它有氣泡啊 好痛喔 對啊 很舒服啊 還是我有一點捷克協同 我反而越喝我覺得越來越好喝 你要不要回去做一個基因解除 對 搞不好你本身是捷克人 但我覺得真的太酷了 來這邊還可以體驗喝溫泉 多少人 多少人都喝成那樣 你看看你一個人 對啊 毛起來喝耶 對啊 對不對 厲害耶 好東西 你們幾個真的是不懂 你們真的都有 我們剛剛喝完溫泉水 沒錯 接下來吃用溫泉水做的煎餅 我剛剛人手一片耶 每天路上都有耶 對啊 這個形狀好像有看過耶 有一種餅乾好像也是這樣對不對 然後薄薄兩片會夾甜甜的 對 法蘭酥 法蘭酥 法蘭酥... 對 對啦 捷克人對於溫泉的瘋狂 不只是拿來泡拿來喝而已 還想把它拿來吃 這溫泉煎餅可是溫泉正宗的人氣甜點喔 真的幾乎是人手一片人人必殺啊 我現在手上拿的是巧克力口味的 你看它有出這個噴泉的標誌 然後我錯了 我剛剛以為是單薄片就不是 它是兩片 然後中間是夾巧克力醬 很香 我這個是這樣子看啦 透光的時候 它就會有那個一粒一粒 可能就是它的堅果口味吧 所以它的原味是堅果口味 我覺得它應該都有加了 我先把它直接這樣撇開 有啦 它也是兩片 它都是兩片 然後中間有夾可能是它的糖霜 然後有加堅果的感覺 但很脆耶 堅果口味是出售人買的 好甜 而且它這堅果是杏仁味很重的那種 但我覺得它也不太像法蘭酥 它吃起來還是像我們講的米餅 外面那層啊 對 外面那層像米餅 吃的時候它會放到口水會融化 會自動融化那種 好吃耶 所以這個會不自覺就 可以去吃 我覺得巧克力醬 相較之下沒有你那個甜 可可的味道很重 這很好吃的 這個很罪惡耶 各位 買了你就要趕快離開這個地方 不然這樣吃一吃快焙 你就很想再買一個 因為它也不貴 本來很擔心會鐵鏽味 但是完全沒有 好 那我就放心了啦 感謝兩位以身試讀 不是啦 是試吃遠告訴我們 這個溫泉煎餅特懂耶 就算是不敢喝溫泉水的人 也可以吃吃看喔 我們現在就是來我們的重頭戲了 對 比起我們兩天一夜購嘛 住的地方相當的精彩 應該說在這個地方 可能他們其實可能稀鬆平常 但是我 對我們來講 意外的新鮮 因為就我這個人已經主持 住的這個內容這麼久了 我沒有遇過有這樣一個地方 它除了有舒適的房間 讓你住得舒服之外 還有很多你影響不到的設施 可以犒賞你整身 告訴你 瑪莉亞溫泉鎮 就像是台灣知名的溫泉區一樣 有好的溫泉喝 當然也要搭配一些好的住宿囉 不怪啊 現在也是捷克人 很愛來Long Stay的熱點耶 一住就是給他一個禮拜以上耶 林姐 有你的頭啦 林姐 林怎麼姐 有人嗎 很特別吧 超富的地方 但我滿喜歡它裡面的這個顏色 而且你看它水晶燈好漂亮喔 對啊 滿舒服的耶 亂溫馨的感覺 它其他的房間有的有陽台 我這邊剛好不適合 它也不錯啊 還有尖塔啊 對 面過去就是剛好一進來 就覺得心曠水移 真的 而且在這邊很棒 就是都不用開冷氣 自然的溫度就滿涼爽的 對 我覺得這裡很棒的原因 是因為我覺得它保有過去 他們剛成立時候的典雅 然後你看它所有的家具 一看就知道它是非常有故事的 對啊 這是木頭的嘛 對 但是我覺得它這邊 它好像一個小的度假村的概念 什麼都有耶 都有 它也有SPA啊 然後大家都會傳這個浴袍 下去那邊泡公共的 澡堂的概念 有點像日本那樣子 覺得滿棒 而且它這浴袍也算是厚的 不錯耶 有點像一條龍服務 你住進來之後 你也不用走出去 對啊 就是一個 你出去就是為了看一下風景 觀眾啊 這是真的啦 在瑪莉亞溫泉鎮的飯店中 所有你想得到的東西 都是以戰士的服務體驗 讓你住進去以後 根本不用出門 不過不要忘記喔 這裡可是溫泉鎮耶 當然也會有些特別的設施囉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住在這個飯店的好處 就是它有24小時的健康諮詢 就比如說我現在我網球走 然後我住在這裡 然後它有好多好多治療的診間 你就問它說 我這個手真的痛到我睡不著 可以 換句話說 可以就是說有任何疑難雜症 它都有服務你的專案 可以推薦給你 它會推薦你 你說你這個網球是這樣子 那我建議你可以去泡哪一個溫泉 可以舒緩你的態度 因為溫泉小鎮都有針對各個 不同的可能就有益身心這樣子 對 反正比如說我現在腸胃不好 我應該怎麼辦 我先去問他 就是這裡是不是 對 哈囉... 很高興認識你 對 你很漂亮 對 你很年輕 27歲 太年輕了 對不起 我會的英文只有這些 你看著我身體不太好 好爛喔 健康諮詢搭配療程 再搭配度假春 怎麼有點療養業的感覺啊 怎麼怪怪啊 不過千萬不要以為我們在開玩笑喔 在捷克泡溫泉跟喝溫泉水 有時候甚至是處方籤的一種 除此之外 他們還有很多神奇的保健方式喔 有溫泉 冰咖啡 冰咖啡 Wonder 冰咖啡 沒有用 對 冰咖啡 是好癡 冰咖啡 冰咖啡 有冰咖啡 沒有冰咖啡 沒有冰咖啡 好 這是不是像我們去那個啊 香港的那個梅杜莎 像款作手模一樣 有一冰咖啡 你要做過 那是燙的 一定是燙的 它才可以這樣 所以拿起來它才會黏在上面 可能先不要動 它這邊可能會有那個 對...它就是那個味道 所以它溫度必須要很高 以前我們在台灣玩的時候 它通常都是手下去 很舒服的耶 對 來很多次 怎麼突然變舒服了 因為那個辣形成之後 那個燙就沒有那麼的明顯了 重點是它那個燙下去之後 我覺得我的關節的疼痛 突然間緩解了 認真 因為熱敷本來就是會緩解 需要把那個熱包在裡頭 然後在15分鐘坐 然後在15分鐘後 你可以離開 不然我也來試試看 都來了 因為這個是捷克觀光局 他們推薦我們的 他們說這個史拉這個 神奇的良效 很厲害 我有做過這個 可是是就是變成是做好玩的 所以其實我們有點想推薦 就是像捷克的觀光局 或者是布拉格 因為根本我們是姐妹室 其實他們的市長 或者是他們的總理 可以來我們那邊玩 這時候你們再來做這個手模 我跟你講 我們是顏色的 好不好 我們有非常多的眼神 甚至我們的手還可以交疊在一起 拿起來是一個和好象徵 有沒有 你看兩個市長 如果一起這樣握手的時候 放下去做一個什麼 多棒 不怪喔 我就覺得這畫面 好像在哪兒見過咧 不過真的 子瑜啊 你這一招觀光反宣傳 我覺得可以 很可以喔 不好意思 阿鼻端是在哪裡 他好像有點結得 因為太硬的 請問是怎樣 恐怖蠟像管是不是 不用做效果 OK 你弄的是手蠟 為什麼你腰也挺不出來 因為我很怕我腰... 腰動它會立得你知道嗎 重點是現在很痠 我還想要自然垂放 會變要這樣子垂放 雙手附上熱蠟 再靜置包覆個15分鐘 熱騰騰的肉排 不是啦 是聽說恢復強健的雙臂啊 就完成囉 這好像清明節那個麵皮 弄完這個皮膚變好滑喔 那它是好像還有美容那種 它美容的效果 摸... 這是沒棒的 很嫩 你的關節有感覺 有稍微可以再直一點點 有稍微直一點 所以這個應該多做幾次 你會很有幫助耶 反應 因為我們在台灣 怎麼沒有想到這個方法 是蛋水好接就有啊 捷克小姐姐告訴我們啊 透過熱蠟包覆 進行熱敷的效果 可以幫助舒緩痠痛 底下還可以達到 保濕養敷的功效耶 是不是很神奇啊 棒喔 太神奇了 捷克 神秘國王泡泡 上百年羅馬一場大公開 來到這邊 金碧輝煌的 有沒有 這個感覺 這一整個太神奇了吧 它這邊就是有分 不同級別規模的飯店 對 但是你通通可以 到處走... 其實底下是連通的 在捷克這邊就超freestyle的 他可以整個園區這樣走偷偷 他們覺得這就是一種 生活的享受的態度 但是我們現在來這邊 是因為這邊有一間房間 相當的厲害 是愛德華七世 愛德華七世 英國國王他在這邊 超喜歡來這邊泡湯 來這邊來了九次 而且這裡面可以說是完整 原封不動誠心給大家 他把愛德華來的時候 所有碰過的一切都保養到身上 所以我們進去要非常小心 就可以享有黃氏般的享受 對啊 摸過他摸過的東西 享受 而且搞不好還聞到它的味道 你們兩個比較注意耶 聽飯店小姐姐說啊 雖然這裡面的東西 都還有少少的在使用 但都歷史悠久 非常非常珍貴耶 要是有個什麼閃失啊 咱們可是真的賠不起喔 該不會這位就是七世吧 他正在用一個夜神 告訴我們不要亂說 OK 我不是... 這是我自己... 這是我自己... 等一下... 泡湯 這個是指否它泡湯是不是 對 我以為是房間泡湯 在它那個時候 還沒有開始住宿 這邊是裝的那種 泡湯的 他們就是流行湯屋那個時候 那請問這個椅子是 輪椅的概念嗎 我反倒覺得有點在行求別人 你說這邊有那個磅秤這樣子放 然後坐上去啊 我們可以碰嗎 這個可以拿起來嗎 好酷喔 原來光是這種感覺喔 就覺得下一秒鐘 他的腳會被抬起來 然後就... 你知道嗎 你說直接嚇起來嗎 對 但是好酷 而且它這個... 它這個還有一... 它不是死... 怎麼講 不是沉的耶 它是有點那種彈性的耶 你腳放上去的時候 你會感受到 它有點微微苦臭的那種感覺 你這是可以拿起來的嗎 它已經黏死了吧 現在 而且如果... 好神喔 而且如果真的是它當時坐 如果它在這邊上大號 我一直在上面吻著 我在幹嘛 所以這邊可以坐SPA方聊 然後這邊可以泡澡 直接在這邊泡 但是現在它好像 還是可以讓客人泡 一個小時3000 台幣嗎 享受國王般尊爵的享受 你看 連國王用的都不一樣 我們家的 大家都是小小 國王才有這麼虛話 我們沒有 而且這個到時候還可以不求人 它還可以這樣抓 對 可是愛的話其實是個發明家 而且他說他不是在做什麼事嗎 他還在這裡找到他的愛人 其中一位 我剛剛有聽到你們在問 然後說是親子的愛人 你們有愛人 泡澡的朋友 泡 原來那個時候就有 泡澡的朋友啊 泡澡的朋友 那我們是不是也要去享受一下 這邊的羅馬浴場 可能我也會找到 志同道合的朋友 一起泡澡的好朋友啦 不要想歪啊 看完了國王專屬 皇家級澡堂之後 現在我們要前進的 就是當時瘋迷全歐的羅馬浴場啦 台人跑到羅馬浴場 1896年開始了 看我們要跑 感覺就很生活 太開心了 他還在找朋友 他還在找朋友 你看他連一進門 那個設計都非常的棒 對啊 每個排列不同之外 他就很有特務的東西 為了要選 我剛剛這樣看完 結果找朋友 他們看出一個時會是差... 就看上�就完全沒控訴 然後我們那個小姐就說 但是竟然這真的太誇張了 記得把整個鳮泡澡的一個地方 然後弄得這麼奢華 羅馬式的見索 就好圓董的那種感覺 然後每個住著這樣 就像神殿 但是裡面又在泡澡的地方 ע한다 在裡面又有一個泡澡的地方 然後下面的那種瓷酸偏天 然後真的愛玉碎的感覺 因為這個真的是 很不算死耶 國神就現在在我們兩個面前 然後我們還包吵 我簡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這... 羅馬遇上 雖然不是在真的羅馬 但也根本就是電影裡 走出來的場景嘛 不是啦 曾子余 你可以不要先破壞畫面好嗎 他沒有辦法做 你不會做出嗎 你是不是忘記了 瑪莉亞溫泉鎮的泉水是冷泉啊 跟你說啦 雖然這水都是泉水 但是是沒有經過特別恰恰的 當然嘛 是冷的囉 它這水超滑的 超滑的 而且一般你高溫泉 然後可以伸到 現在游泳都... 它直接游泳 對啊 你有人在羅馬浴場 裡面游泳你會不會太囂張 我想超舒服 滑綠的感覺超棒的耶 而且我覺得這樣拍下去 就很漂亮 因為下面那個 直噴上冰天的感覺 然後開始就這樣 很難耶 下界是到底 我也謝謝你啊 帶那麼美麗的畫面 回來給我們觀眾啦 不過如果你的身材 再好上個一咪咪 我想觀眾朋友們 會更加開心的 我們剛剛泡完溫泉 然後從溫泉回到我們旅館的時候 經過這裡 我的媽呀 超多人在排隊的 就原來這個溫泉回廊這邊 到晚上的時候 整點的時候 它好像都會有 水舞音樂秀的那種感覺 然後現在差不多 還要在5分鐘 就是整點時間 可是已經有很多人 圍在這邊 他們也一起期待著 我好期待喔 到了晚上 可說是整個溫泉鎮的遊客 都集合在這裡囉 大家等的就是這一個 這個很漂亮 我們來走 雖然說現在已經擅長了嘛 而且剛剛還會有掌聲 然後我就真的覺得 這套我會中 就是我剛剛突然 有點心花怒放的感覺 他有整個氛圍 然後搭在一起 然後又聽得到 耳熊那種歌 好棒喔 很浪漫 如果在那時候 瞬間有人牽起我的時候 我絕對跟他走 單壓 謝謝 捷克人神奇心花樣 不不露巧克力 讓你一秒到天堂 對... 對... 會不會有害死 老地叫變真令奇 啦 神話重現場景 他不要收酒耶 我還要吃耶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老真 今天我們要來講的是 巧克力 巧克力是從可可素產的 可可豆做成的 而可可素又被稱為神的果實 聽說使用巧克力 可以助於提升精神 增加興奮的功效 房間甚至流傳巧克力 能使人有戀愛的感覺 別懷疑 您現在收看的是食尚玩家 您可知道捷克的巧克力 其實是上次有名聲 會敢敢出名 不僅僅是某知名航空 貴賓室的唯一選擇 政府官員伴手禮 還曾經是全歐洲 市佔率最高的耶 你看 巧克力都來了 這個是杏仁 這是杏仁可可 然後這個是黑巧克力 然後重點是這個 藍莓巧克力 該不會是整顆藍莓包在裡面 所以形狀也是這樣小小的吧 你為什麼這麼聰明呢 是嗎 是 有沒有 跟我們以前吃的巧克力 有點不一樣 我剛剛在休息的時候 有一位很厲害的前輩跟我說 不要永遠都那麼hyper 要有點不一樣的感情 的那種感覺 讓人家發現我的層次 不要... 我試試看一個比較 是巧克力 好 謝謝 真的不是我們要打斷啦 但這種表演方式 真的不適合你啦 曾子余 來 給我一個平常的你 Action 這個我覺得很誇張 因為吃莓果類的東西 酸度或甜度會比較不一致 但是這個咬下去 它是屬於有一個酸甜感 可是它就真的是很平衡的那樣 然後可能它的巧克力 吃下去的時候 我覺得在嘴巴裡面那個味道 是很飽和 而且是很舒服 它就是淡淡的那種藍莓香 應該是說一般的巧克力 會吃起來有點膩 但它是甜而不膩 我跟你講 這個就是老闆他們自己 釀造的巧克力酒 但是它是辣的 它這個味道太奇特了 因為它剛入口的時候是帶甜 因為帶一點蜂蜜的香味 然後它的尾韻到這邊之後 它的辣氣會慢慢出來這樣 然後你喝完之後 然後差不多對不對 你再吃一顆這個 會不一樣的味道喔 會讓你覺得 會讓你覺得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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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子余啊 你那話劇色眼睛 我就看看接下來的巧克力 你要怎麼表現 這個該不會是賭神在吃的 巧克力吧 有點像 它超普的喔 我去雞尖廳房 原來捷克的雞尖廳房 人家啊 後來西溫老闆才發現 這咕咕巧克力裡面 不只有金生菇 還有一些白木耳靈芝 等等被拿來當要用的菇菇類喔 這味道好奇特喔 我第一次吃到巧克力 還帶鹹味的 它是要越嚼越嚼 嚼到後面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菌菇類的味道 有點像是乾燥過後的那種感覺 基本上是巧克力 然後這裡我們有薑菇 然後我們把它放進去 12%的整個量 這個很適合胸膜 真的嗎 我的天啊 你吃了很多 對 我吃了很多 太多人了 太多人了 這麼多人 這還有另外一個菇 杏鮑菇 這是菇菇 這個很適合癌 真的嗎 取消嘛 癌症 來一口來一口 OK 什麼 這巧克力怎麼被你講起來 跟個仙丹一樣 這感不太好 巧克力 對 有很多好油 好的油脂 如果你放在那裡 它會比較好傳送在你的腹 就像這個 對 就是會讓你的身體 獲得他們門員的意思 我們白話就不愛你 對... 我覺得這兩個吃起來 都是帶鹹味 我覺得很奇妙 然後你不會覺得難吃 而且你反而會有點停不下來 我現在覺得我的神經元好棒 你就要開始聰明了對不對 而且我也覺得我開始 然後等一下消耗到下面 我就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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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對男人很好 因為巧克力 在整體上是超級食材 真的嗎 對 這裡有幫助嗎 對 難怪你也有 太多... 太多人了 對... 我喜歡吃 對 不要... 不要... OK 鄉親啊 不是我在說 這老闆對自己的生育能力 是巧克力啦 可是有著極大的自信喔 頭頭要跟你們說啦 在開錄前 他還地食了一輪市面上的 各大廠牌 像我們正面看掛布景 說絕對是他們家的 最天然 最高品質啦 你看看... 他又在線了啦 像6-pack 抱歉... 如果你要吃的話 可以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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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不知道是不是這麼多 原來你想要吃對的巧克力 都可以變成這樣喔 對啊 這些都要猜一下 對... 對... 我還有一個問題 他告訴我 你吃巧克力 我摸很多 每個人都摸很多 吃巧克力最棒的 你看他們現在給我抱在一起 好棒喔 快 我開... 捷克 這真是太神奇了 我的天啊 我跟你講在捷克這裡 有歷史悠久的一個地方 我們在這邊餐廳破百年的 比一比皆是 對我們這次要去得很強 帶你去地窖看看 地窖 說起來 什麼啊 地窖聽起來 怎麼好像有點陰森 有點恐怖咧 不過不是阿松我在說啦 捷克人真的是有夠愛在地窖 吃飯的咧 但是這個地窖怎麼 好像長得不太一樣咧 中午10棟嗎 地窖會有中午10棟 這應該是他們的造景吧 這邊他們好像是1912的時候 就有了 然後它陸陸續續中間 有經手不同的東西 像比方說要變成旅館 又或者是劇院的地下室 然後他們現在就是呈現一下 這種感覺在這裡面用餐 這地窖不但有著中魯石的造景 牆上還保有著 從歌劇時代就遺留下來 古希臘神話的明河傳說 還有看門的地獄犬 在這種氛圍底下吃飯 實在是一頓太神奇的體驗了吧 好高級喔 對啊 它是捷克菜 但是用法餐的那種吃法來呈現 對 它很像魚皮喔 魚肉 他們是說魚肉是醃漬過的 然後這魚皮是炸過的 OK 我跟你講它這個醬 應該是小黃瓜 它偏清爽 那魚肉的酸度剛剛好 它的魚肉是細緻的那種 但是又帶有嚼勁 其實酸度很明顯耶 本來是一個下酒菜或是仙菜 但是他們用新的方式 做得比較漂亮一點 然後也加了一些新的 那我這個是 這個是很厲害喔 這個是兔肉 別聽到兔肉就嚇一跳喔 跟你說啦 在捷克吃兔肉 可說是他們的超級日常 根本不用怕啦 這個很酷的是 它中間還加了鰻魚 其實這個不講 這個感覺說如果不講 我也會以為是 比如說鴨肉或是什麼之類的 但它外面是有用一層培根 是包在外面的 所以這樣再去烤 吃起來會像我們的脆皮鴨 這樣子吃我會覺得 它好像不太像肉的感覺 是像鵝肝醬那種感覺嗎 它是可以拿來抹麵包的 那種質地的 因為只有外面那些 像培根煎過的時候 它會有像你對吃肉的 那種激烈印象 但是吃到肉的時候 它反而會讓我覺得 它好像一種 好像比較稠度比較高的 薯泥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感覺像 好像魚漿做的東西 對 但是是很香的 這個不講誰會知道 蠻好吃的 我會知道是土肉 對啊 薯泥也有 如果有機會來捷克走一走的話 我覺得在地窖吃飯 是不容錯過 太不可思議的 這真的太神奇了 太美了啦 這間房子 你看這些顏色 我們現在來到的這個是 KV小鎮 卡羅維瓦利 這也是一個溫泉發跡的小鎮 可以這樣講 而且是暖呼呼的溫泉 觀眾啊 你可別搞混喔 這KV小鎮跟節目剛開始的 瑪莉亞溫泉鎮 可是大...的不同 瑪莉亞小鎮有的是冷泉 是悠閒敬意的度假勝地 而KV小鎮喝的是熱溫泉 而且是從19世紀以來 就是個鼎鼎大名的觀光之度 聽說那個時候 每個歐洲貴族都想來這裡玩 就連現在 你看看... 這滿滿人潮的街道 是不是好熱鬧的啊 他們這裡溫泉很多用 不只可以泡可以喝 還可以弄成酒 你看 就是那個嗎 溫泉酒嗎 等一下啦 其實這酒不是什麼溫泉酒 而是一種在KV小鎮製造 叫做冰爵的草本苦酒啦 這個是沒有糖的 這個是對心臟比較好的 這個是對免疫系統 這個是對腸胃 直接來了啦 很會看 那我就腸胃道比較不好 喝腸胃道的 其實這個38度也不算低耶 這個有肉桂的香味耶 什麼味道 很像茴香酒 感覺上就是酒裡面有加精油 好 那我這個應該就很明顯了 顧名思義就是那個啦 那個檸檬 苦口良藥啊 你這個跟我那個比起來 你真的好喝太多了 就是有加精油的感覺啊 我已經在這個節目中多年了 我以為最真實的 不推薦大家買這個 好苦喔 好苦喔 我覺得還可以耶 就是喝喝就覺得它是藥 應該是喔 好像要酒啦 對 它就是真的要酒啊 告訴你們一個神奇的是啦 據說這冰爵酒啊 裡頭有32種草藥跟辛香料 但它的配方是不對外公開的 世界上只有兩個人知道 是不是很神奇啊 我這就是沒有糖的喔 你那個是對心臟好的 它居然是紅色的耶 這次我沒有辦法說好喝 這已經接近鹿熔酒了 怎樣 興奮的怎樣 不能... 你再一瞬間了吧 鹿熔... 這不浪費 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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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不是... 我覺得一般人接受不了 這個我不行 這真的不行 這天氣還蠻好喝的 但我反而覺得這個稍微 有點像感冒糖這樣的感覺 你現在這幾天下來 你是想要 我們只是去你大概講 你開始跟我認真起來 這真的是一種酒精各自表述耶 阿松我必須說啦 這冰爵酒的藥草味跟酒精味 我也是沒辦法不太習慣耶 不過它既然是KV小鎮的招牌 還是很推薦觀眾朋友 可以來這邊給它小小數數看啦 當然你們身後那個溫泉迴廊 更是絕對不能錯過的 溫泉水 溫泉水 天啊 好像是綠洲的感覺喔 聽說只要在溫泉迴廊中 看到的水龍頭 都嘛是可以喝的溫泉水 水到水飲料 53度 這是熱湯 53度啊 你有帶蛋來嗎 很像喝海水 沒有53度 因為我不覺得燙 這樣直接喝的時候 它就是鹹度滿高的 而且鐵質的感覺就出來了 對啊 這邊有幾種口味啊 我們再去看看 口味 廖曉月啊 你竟然是用口味這兩個字 你是真的喝上癮了耶 61度可以泡 這可以泡了吧 這好像是有病是不是啊 頂多人的 大概只能泡到四個二三四度而已 你剛剛氣到卡池 這個55度也是滿高的 小孩認真不好喝就是不好喝 64 很燙... 很燙 除了各種溫泉水龍頭啊 這回廊還有著 滿滿的藝術氣息 跟那歐洲風情啊 這真的有現場演中的樂隊 跟一個聲樂家 然後我現在第一次看 我才發現原來聲樂 它離麥克風那麼遠喔 好強喔 飛躍量超強的 應該都是喝溫泉水吧 我這發自內心覺得好美 太陽這樣灑下去的時候 真的是好漂亮 而且整個心曠的聲音 這邊的步調 就會讓你覺得很舒服 太棒了 好喜歡歐洲喔 好想要入醉喔 剛剛那個回廊底走過了之後 我們發現了這個 第一個發現的第一個噴泉口 然後也就是因為這個噴泉 讓這整個KV小鎮繁華了起來 因為他們就主要 就是靠這個溫泉產業 然後他們就把它保留到現在 甚至為了方便讓大家參觀 就用室內的把它包起來 然後就可以來這邊 然後就可以欣賞 哇 很壯觀耶 天然的耶 對啊 可以噴這麼高 而且這裡面的溫度 還比外面再熱 因為天然的溫泉非常的熱 包含你看它下面 那些都是礦物質的沉澱的累積 這一號噴泉 可說是KV小鎮裡頭的開鎮十足 泉水一噴就打響了 KV小鎮是貴族度假勝地的稱號 不錯啦 它當然也是可以喝的 只是全溫72度 記得 要先給它呼呼吹涼 再試試看喔 我們今天逛了一陣這個 非常棒的溫泉小鎮 現在我們要來跟一個 非常經典的場景朝聖 就是這裡 經典的電影場景 這個飯店超多明星來過耶 就強尼泰普 李奧納多 求德洛也來過 對 他們就是有點像是 星光大道是首長 但他們這邊是印名牌 對 更重要的是有很多電影 在這個飯店裡面拍攝的 現在就讓我們去跟一些 經典的場景朝聖 走 觀眾啊 不知道這幾個畫面 你們有沒有印象咧 來 讓我們為您經典重現 007之 食尚玩家版 你怎麼在這裡 我為什麼不能在這裡 不是啊 這是007 James Bond拍攝場景 你看我 James Bond 這是我的位置 你知道嗎 我就是知道 他定理在這邊拍大廝 我就坐在這兒 你頂多 而且好吵喔 這是我的位置 我就要坐 你確定你要坐 對 好 我在這裡更改一個戲 不是 你們偵探 克蘭 好吵喔 各位 我們現在要做的這個飯店 我跟你講 38度的游泳池 對 你知道這什麼概念嗎 它就是一個溫泉 沒錯 溫泉游泳池 甚至還有100度的桑梅 完全就是一個極致的享受 還有180度的環景 就是你可以看到整個小城鎮 這都在這間飯店裡面 就等於說我站在那個制高點 我這樣看過去 超酷的 天啊 捷克 這真的是太神奇了 迫不及待 我要去展現我的發表 用給大家看 水珠角流 沒錯 今天我們晚上入住的飯店 可是厲害的喔 老真啊 老真 今晚您想先點 好酷喔 好像水中流二圓喔 好酷喔 在這個泳池它還有打燈光 然後你這樣看過去說 都是那種歐洲的建築 超漂亮的耶 好舒服喔 我好喜歡這個泳池 好棒喔 而且我的房間 是可以直接看泳池的 我剛剛有看過了 你看我們住那邊 看玻璃屋的感覺 So nice 前面有煙 對 我要去煙的地方 溫泉會冒出那個煙 會讓人家覺得好像在仙境裡面 泡溫泉 真的 對啊 超美的 但是每個人過來 都同一個樣子可愛 這真的是溫泉耶 超舒服的 你看 超舒服的 在這邊沒有燈光的時候 它其實就看得出來 它是有點色澤 而且是咕嚕咕嚕的感覺 超酷 超美的耶 美女還蠻多的 說真的啦 雖然我們去的時候 捷克是夏天 但晚上氣溫 也差不多只有十幾度而已啦 偏冷 偏冷 也難怪大家都跟我們一樣 跑去泡在那36度的溫水 游泳池裡頭啦 雖然感覺有點像下水餃 但配上那鳥鳥的煙霧 看起來也還蠻像在仙境的嘛 好美 好享受的唷 喜歡這裡嗎 喜歡啦 我超喜歡的好不好 所以在這邊啊 它日照又比較久 像現在的時間已經差不多 可能8點到9點了 它現在天還沒有全部暗 然後泡著這個熱熱的溫泉 然後這樣整個享受 超舒服的 真的超舒服的 泡完溫泉餓了 餓了是不是 我們剛剛泡溫泉的時候 其實往飯店這樣看過來 就有一個景觀餐廳 我們現在就在這裡用餐 主要就是這間玻璃屋的一個感覺 漂亮的 180度的景 有沒有 好像城堡的感覺 不只有完美的景觀 還有美好的食物 天啊 他們居然會有 桃花椰餐這個造成 滿漂亮的 對啊 而且味道好特別喔 好像有加水果忌廉 就酸酸甜甜的 酸甜啊 對 還是美乃滋啊 可是很開胃耶 我是覺得他們好像 比起吃薯 炸薯條 他們更喜歡吃一顆的馬鈴薯 或是把馬鈴薯扔進去 它打成薯泥 這薯泥好像就真的有加蒜 味道比較偏重 上面就撒上一些這個麵包屑 滿香的 這薯泥味道好 它這個是肉汁 燉肉汁的感覺 加一點可能奶油吧 質地比較稠一點 但主要是那一顆的香料 但有點清涼的感覺 但又不到像我們的馬鈴薯 還多了黑胡椒的香氣 但它又有一點馬鈴薯 咬下去會出現的那個 類似薄荷的清香 我買好奇這個生牛肉 它下面就是墨西哥辣椒啊 太棒了 還是... 我來把它放在麵包上 你看看 這個感覺 我的天啊 好香喔 另外的清爽我覺得喔 那還有南瓜籽耶 我覺得搭配這個麵包的口感 也太棒了吧 好脆喔 但是吃下去的時候 你真的好像可以吃到 你那種肉的甜味 然後咬下去的時候 鮮果的香氣 酸黃瓜又給一點鹹度 我覺得如果你害怕生的 你可以吃去看 因為它不會有那種生的腥味 我根本不會 它調味調得很好 真的好吃 我真的覺得 我會不會是捷克人啊 我覺得他們這邊的東西 好適合我的口味喔 長得又帥帥的 光油跟油 一堆女生才看我的 你確定不是因為想報警抓你 才看你的嗎 少臭美了你 那這個是 海在絲喔 海在絲 蠻香的耶 因為它那個 不知道什麼肚子 炸過之後 那油脂感好香喔 有點在吃炸那種肉末的感覺 就是炸得比較乾一點 但是它是有口感在的 然後走到吃下去的時候 酪梨的香味是後面 慢慢...出來的 炸海在絲怎麼有點酷啊 好吃的 我是喜歡的 因為我是喜歡吃海在絲的 但是我沒有想到 這個東西可以跟酪梨 和在一起吃耶 可是這很清爽啊 好酷 可以 這個地方不只是東西好吃 景觀也好 超級享受 我這飯店真的很棒耶 我覺得這趟來真的 有打破我對 好 我們去跟他談 一個人300萬 搭來那邊養老 台幣吧 對啊 台幣可以啦 可能養個大概10年就得回去了 台幣... 真的是養老 捷克那麼美 如果有這養老方案 阿松我也想加一啦 觀眾啊 美夢還不用醒喔 因為捷克進行曲 還在keep going 下週三統一時間 也要記得準時收看 咱們食尚玩家嘿 Bye Bye